全球网报道记者朱孟颖,包括克里尼亚问题在内,俄罗斯屡次成为西方各国口诛笔拔的对象,德防长更是呼吁要对俄强硬,对俄展现实力,时隔三个多月,俄罗斯防长12月终于回应了,问问你爷爷去吧。 今日俄罗斯报道称,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一谷当日在谈及德国防长此前强硬表态时,呼吁德国因一时为鉴,少一谷说,考虑到德国对我们的所作所为,我认为,他们二百年内都不应该提起这个话题,我不想表现得太强硬或者太粗鲁。 但是你明白的,想要对俄罗斯强硬之前,最好去回顾一下历史,如果没有学过历史,那就去问问你爷爷,对俄强硬是什么后果,他们应该能给你答案。 少一谷说,德国防长封德莱恩今年四月在参加被约封会时曾表态着,要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措施。 他还说,在与俄罗斯对话时,必须凭借强大的实力。 VM的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。